8个人参加公司的比试,考卷是一张无字天书,什么都没有,但只要谁先动笔答题,立马就会被淘汰,有的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,直接被枪杀,这工作太难要了,本期为大家带来奇幻片《终极面试》。 上市公司的面试开始了,进入比试环节的共有8位候选人,是各个行业的精英,他们战胜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面试者才走到这里,这也是最后一轮,在这里将决出最后一名获胜者,看,运动员们进场了,他们面容严肃,不乏自信,随即主考官进入考场,宣读考场纪律,在这间考场里没有法律,只有公司的规定, 答完纸上所有题的人将获得工作,不能与考官和保安交谈,提问题,不能损坏考试试卷,不可以随意离开考场,考试时间80分钟,之后就会决定你之后80年的命运,话说,这什么公司,饭碗这么铁呀,说完啊,考官走出考场,出人意料的是,当佼佼者们翻开试卷,被彻底惊呆了,试卷上一个字都没有,是张无字添书呀,考生们面面相去,还查看试卷是否有夹层, 时间啊,一点点的过,考试们慌得心乱如麻,终于,一个黑发姐率先拿起铅笔,就把内心的渴望写在了纸上,很快啊,高倍的摄像机拍下他写的内容,这像素可以的,再说,就算答错了,也不能怎么样吧, 可是保安却以破坏试卷为理由,将黑发姐赶出考场,这一变故让其他的考生再不敢轻举妄动,很快啊,一个机智哥小白发现,考官并没有规定,考生之间不能交流, 于是剩下七人开始对答案,即使他们现在都没找到题目,很快他们就想到把试卷对到白赤灯下,或许会有发现,可是并没有,然后又打起了应急灯的主意,考官说不能破坏试卷,可没说考场设施,于是考生们把白赤灯全砸了,可是试卷依旧毫无反应,大家都在找试题, 唯独只有一个白衣服的眼镜哥,一言不发地坐着,还说着一口的法语,谁都听不懂,因为黑发姐走了,考生们就拿着她的试卷,各种试,乱涂呀,撕呀,甚至还用尿,反正不是自己的试卷,想怎么来都行, 接着,众人齐心把考场的烟雾报警器激活了,考场里瞬间像下雨一样,与此同时,暗中使坏的小白成功把一个小姐姐的试卷给刁包了, 这让去点眼的小姐姐拿着自己的试卷做了试验,女孩随即出局,还剩下六人,下一个瞬间,小白又骗着老实的眼镜哥把自己的试卷撕了,还剩五人, 小黑对小白可耻的行为怒不可遏,于是一拳打倒了她,还将她捂发大膀,可怕的是,此时啊,考生们已经不再考虑去哪找题,反而是相互之间开始猜疑,拷问, 另一个眼镜姐也因为向监控摄像头求救,而被保安带出去,与此同时,金发妹给正榜在凳子上抽出的小白吃下药片,缓解了她的病,考场里此时就剩四个人,十分钟,小白觉得这里根本就没有试题,只有活下去的人才能获得这个工作,于是向前抢警卫的枪, 谁知被小黑先拿下,考场内一度剑拔弩张,可以的啊,一场考试硬是让他们完成了逆世逃脱,突然小黑开枪了,可是却是哑火, 小白、小黑、印度人三人扭打在一起,一场考试变成了自由搏击,小白重新拿起了手枪,面对生命被威胁, 曾经一度弱势的小白要求其他三人,一个一个的走出考场,放弃考试,印度人第一个走出去, 接着是小黑,可是这兄弟一心以为小白不敢开枪,他怕是忘了,考官说,这间教室里没有法律, 于是在小白的枪下,小黑领了便当,而一旁的金发妹则躲在门口,一脚踏在教室里, 这算啥,彩线,终于啊,闹铃响了,考试结束了,小白恨恨的看向金发妹, 就在这时,女孩看到,之前眼镜哥掉落的眼镜,竟然映出了试题, 另一边,小白大声宣布,自己是最后的胜利者,他疯狂地想证明, 自己才是公司最需要的那个,他才是万里挑一的,什么985211都是浮云, 突然保安叫停了他,时间还没到,你好好啥, 原来啊,之前的眼镜哥在出局前,把时间给调快了, 而他才是真正的大boss,他也正是这家公司的CEO, 也是他在为自己挑助力,金发妹因为还没出局,于是捡起了地上的碎片, 找到了唯一一个问题,他成了最后的赢家, 而唯一问题就是考官一开始说的,还有问题吗?答案是,没有。 电影结束了,论多学一门语言的重要性, 其实啊,眼镜哥老早就把答案用语法说出来了, 只是这群人都不会用语法,愣是在互相逼问,猜疑, 最后的小黑也并没有死,枪里装着特殊的子弹, 他很快醒了过来,不得不说啊, 这部戏全体演员的演技都在线, 紧张的时候该紧张,剧情也很连贯, 很推荐大家来看看,那么我的问题来了, 福利这么好的公司,终身铁饭丸, 要是你,你愿意来面试吗? 本期就到这里,期待你的关注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